一爪哇省的首府万龙市呢 7号早前是发生了一起 针对警察局的炸弹恐怖攻击 凶嫌是引爆炸弹之后 当场死亡 一名援震也不幸罹难 另外呢还有10人受伤 一名警方事后也迅速 掌握到嫌犯的身份 指出这是一名去年出狱 曾经涉及另一起爆炸案的男子 那么警方指出 这名凶嫌和极端组织有关 并且搜出证物显示 他疑似因为不满 日前通过的新刑法 才会反